女明星拿着18米的大砍刀 对准了这个曾经他最爱的男人 他忍受了七年的委屈 在此刻全部爆发了出来 他用刀威胁敏浩让他不要再家暴自己 但是敏浩一点也感觉不到害怕 反而步步紧逼 他抓住机会直接出击 一下就抓住了郑元的手 疼痛迫使郑元手里的大砍刀掉在了地上 紧接着敏浩慢慢地用双手摸着郑元的脸 他告诉郑元 平时动手打他 只是因为特别爱他 特别地在乎他 明昊让郑元不要再和检察官与昊蓝了 说完他就将郑元揽入自己怀里抱了起来 但是下一秒郑元却给了他一个惊喜 你能够有其他人的样子吗 你能够爱你 你能够有其他人的样子吗 有你 郑元话音刚落 敏浩的本性又一次暴露出来 他用手死死地掐住郑元的脖子 然后用力地将他按在桌子上 这时敏浩已经换成了双手掐他 就在郑元快要窒息时 敏浩却被一只强壮的手推开 紧接着他的胸口就被刺了一刀 而刺杀他的人 正是他的得力手下 敏浩怎么也没有想到 他会死在自己下属的手中 郑元看见敏浩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 被吓得瘫软在地 但是下属却告诉他 只要他坚守秘密 他们两个人都不会有事 随后他们就来到了郑元车上 当郑元询问下属为何要杀害敏浩时 下属却说这一切都是为了郑元 因为今晚过后 敏浩将正式继承巨山集团的总裁位置 明天之后敏浩的力量将不可撼够 郑元就真的会永远无法摆脱他的控制 只有杀死他才能彻底结束这一切 下属之所以要帮助郑元 也是为了救他那身患白血病的妹妹 而郑元的骨髓正好可以和妹妹的骨髓配对 这样做也是为了提前报答郑元的恩情 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 郑元拿到威胁名号的画面 已经被航拍的无人机拍摄到 而这些视频也被检察院找到